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頭之 我是芬生珍 今天指數開牌一度大跌了將近200點 150點以上 但是你可以發現 個股還是百花齊放 今天指數表現其實並不好 加全指數 但是很多的股票漲得越來越強 包含像貴買指數也是 貴買指數今天反而是逆勢大漲 這就符合我們在近期不斷強調嘛 其實說指數站上季線 整個市場現金回龍 很多超跌的股票一定會不漲 那就像我們昨天所提過 以季線的角度來看 季線對於加全指數來講 它的重要性是在於說市場信心的回溫 不是說站上季線就會去大漲 公辦連線連線 不是這樣 而是說整個市場會回歸理性 超跌的股票一定會漲 它不需要任何利多 市場一定會找到它 包含建設 包含政績 包含市心 今天都持續在上漲 這些都是便宜的股票 包含我們在本週一直講的 台積電設備的黑馬股 比較1560的中砂 昨天漲 今天也漲 本週一講的時候 它股價在70出頭 今天已經接近了85元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它就很像是在跳樓大拍賣 一大堆便宜貨 一檔一檔漲上來 漲一檔就少一檔 先看大盤 以大盤來講 其實這個時間點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 你說會漲到哪裡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季線 你去看 季線其實已經被 指數被季線壓了大約是半年左右的時間 那半年左右的時間 一旦站回季線 它最大的意義是在於說 市場信心全部都回籠 這就是一個市場的分水嶺 你去看 很多的股票其實獲利沒變 今年的展望也沒變 明年的展望也沒變 前年在上半年不漲 現在才漲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指數上季線之後 那整個包含中石戶 法人 大戶 全部都會開始比較積極的去操作 我做個比較白話的比喻 就像是我們昨天所講的 很多商品可能說有時候會標錯價格 原本1萬元的商品標成10元 當你看到這樣的商品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一定覺得 這是假的 這是詐騙 是不是 但是當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大家都去買 最後就會造成搶購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一項商品 它是標錯價格 有便宜可以減 大家就去買 指數也是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用這樣白話的比喻來看 就是這樣 在季線之下 大約是半年左右的時間 這半年左右的時間 你可以把它視為是 它商品就是標錯價格 剛剛標錯價格 市場不相信 不認同 不敢買 但是一旦指數站上了季線 市場信心的分水嶺 大家都相信說 它就是標錯價格 就會去搶買 所以就像我們在這幾天一直在講 很多的股票已經超跌了 已經跌超過了它最基本最基本的價值 一定會漲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只需要法人找到 它就漲上去 法人也不是傻子 大戶 中石戶 主力 他們都是懂產業 懂個股數字的 自然會去找到這些已經超跌的股票 所以總結來講 先加入我的Lite Lite跟Telegram 小老鼠WE178 我會用比較白話的方式去告訴你說 整個大盤目前的架構是怎麼樣 那應該去做什麼樣的產業 尤其是一些產業的變化 好啦 所以這個時間點 來 你去看 股票它就是跳樓大拍賣 上漲一檔 少一檔 就是說現階段可能有100檔 它是已經跌破基本價值的股票 這種股票買進去之後 想不贏也很難 但是它一定會隨著說 指數的上漲 市場興趣的回溫 這樣子的股票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這類型說想不贏也很難的股票 一定會越來越少 因為總不可能說 標速的價格天天都有 絕對不會 一旦說市場發現 它就不會有這麼便宜的價格 所以你看 包含像台積電的設備 完全就像我們講的 當時講說它的股價是不到75元 大約是70出頭而已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例子 股價已經過度便宜了 比價1560的中砂 全年保守 8上看9 昨天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昨天有特別講過 已經接近80元 今天再漲半根漲停板 最高已經來到了接近85元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邏輯 就是說 1560的中砂是趨勢產業 是台積電的設備 沒有錯 中砂全年大約是可以賺9到10元 股價大約是155到160元 本益比大約是15倍 對於趨勢產業來講 本益比有它的價值在 既然中砂它的本益比是15倍 產品線跟中砂最像的這一檔 一樣是4到5成的營收比重在再生金元 全年保守8上看9 股價不到75 怎麼可能不漲 這就是我所說的 它就是 很明顯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了 它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市場自然會去找到它 法人大戶中十戶 這些投資人 這些專業的投資人 他們也懂產業 也懂個股數字 自然會發現 所以這一檔 三天前70出頭 今天已經上看了 將近85元 這就是很標準 想不贏都很難的股票 所以其實指數剛上季線 它的乖利還不大 很多的好股票 它目前的位階都還是低 這就是一個真正最好賺的行情 而且時間不會太長 不要錯價格 頂多你說 好 你說賣商品的主人 賣商品的業主 他會不會馬上去修改價格 一定會 所以這樣子的機會 其實不會到太多 當市場整個情緒回溫 它就一檔檔上去 包含像是3661的世新也是 3661的世新 我們在上週五有講 IP裡面是最便宜的一檔股票 800元以下都是便宜 為什麼會說800元以下都是便宜的價位 歐美NRE入帳全年30元 而且是不包含飛騰 飛騰目前有沒有恢復出貨 不確定 因為公司沒有公佈 但是就算不含飛騰30元 加飛騰上去一定35起跳 35起跳不包800元一定漲 這就是它最基本的價值 一旦發現說 已經跌破到最基本的價值 買進去就是等賺錢 所以你去看為什麼當時會說 我世新800以下都是便宜 因為它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8月15號770元 8月16號798元 8月18號今天 是不是正式突破了800元 807元 以下都是便宜 以下怎麼買 想不贏都很難 這個邏輯就是說 一台全新的iPhone 五千買不買絕對買 一定大買 因為你知道 iPhone的基本價值在哪裡 那股票也有它基本的價值 一旦跌破 一定漲 就看市場法人大戶什麼時候發現它 那當然也不是說超越了 它基本的價值就不會漲 而是說它的機率會變小 舉個例子就像是世新 世新800元以下 隨便買什麼價位買 上漲的機率大概是9.9成 大概是9.9成 但是超過了800元 就是說它已經慢慢接近 它的基本價值 800以上 可能說上漲的機率會慢慢降 從9.9 降到9成 降到8成 降到7成 所以為什麼會說這個時間點 想不贏都很難 因為一大堆股票 它就像800元以下的世新 買進去之後 上漲的機率9.9成 但是說隨著時間的推進 市場越來越多股票被發現到 一檔檔漲上去 勝率就變低了 就很難再出現這類型 想不贏都很難的行情 所以這個時間很多股票 它就是跳樓大拍賣 上漲一檔少一檔 一定要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這種機會不是常常有 尤其是說 指數被季線壓了半年 整個一大堆超跌的好股票 都沒有人去買 一旦站上季線 不論說大戶法人甚至外資 他一定會馬上去搶買 所以事情像這一段 也是大約45%左右 從不到800元 一路拉到了807元 當然包含像是建設也是一樣 建設我們上次有講過 因為說只要說市場有了邏輯性 它就可以用 我們就可以用在不追高前提下 提前買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因為它就有一個輪動關係了 就像昨天講過 指數在季線之下的意義 就像是說一台拖了軌的列車 下一站要去哪沒人會知道 但是當指數站回了季線 它就像是一台拖軌的列車 回到正常的軌道上要去哪 大家都知道 所以像是齊鴻漲上來 接下來一定就是建設嘛 8月8號 上週有講過3653的建設 全年挑戰16元 而且均熱片是寡佔市場 既然是寡佔市場 不到400元很便宜 是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8月9號再特別講一次 這個位置隨時會上去 8月15號412元 8月16號418元 8月17號418元 8月18今天最高來到421元 這一段也是大約是15%左右 這就是像我講的 它已經很明顯就是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怎麼可能不漲 就是時間早晚而已 一定漲 所以這個時間的台股其實優勢非常大 第一是說 一大堆股票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你就去想像具體一點 一台iPhone賣2000買不買 絕對買絕對大買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再來就是說 指數已經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 資金會跟著產業的邏輯 各股數字的賣動下去做輪動 就會在不追高前提下 提前買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這個概念就像是說 回到正常的軌道 台北南下是哪裡 新竹 新竹南下是桃園 高雄北上是台南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你懂地理 那你說為什麼 齊鴻掌網會掌建設 網通掌網會掌光通訊 光通訊掌網會掌伺服器 因為我懂產業 所以這就像我講的 指數回到了正軌 市場信心回籠 它就會跟著邏輯去走 跟著產業的邏輯 包含像是正績 6546正績 當時也有講 到今天還在持續漲 你去看 就以整個網通廠來講 近一週的表現 絕對是正績最好 它也是完全沒有修正到 6546正績 當時有講 全點10元起跳 比價3596的字役 毛利率 比字役高非常非常多 講完之後隔天開低 給你一個進場的機會 再一天往上拉 8月12號132元 8月15號134.5 8月16號143元 昨天小幅度的回檔 還是告訴你 這個位置不影響 還有空間 今天 大漲的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47.5 這一段又是20% 就像當時講的 全網通最便宜 幾乎是公開操作 所以這就是 目前行情的寫照 一大堆已經超越 基本價值的股票 這種股票買進去之後 勝率幾乎是9.9成 一台iPhone賣2000元 怎麼可能會自銷 絕對不可能 就看市場什麼時候發現它而已 所以就像我講的 每間公司都有它最基本 最基本的價值在 只要股價夠便宜 像不贏都很難 像是政機也是 政機全年10塊 它的產品線 比較有它的利基性 比較有它的利基性 所以它的本益比 跟它的毛利率 一定會比其他的網通 還要再更漂亮 所以你去看這個位置 120元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120元左右買進 直接往上拉 所以在現階段 其實很多的股票 你會覺得好像 數字不是說很好 產業也不是說多亮眼 但它就是會漲 面板也是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已經低於 它最基本的價值 所以一定要把握 這樣子的機會 指數剛站上季線 很多的股票 很多超底的股票 幾乎是想不贏都很難 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如果說市場的情緒 不斷的回溫 不斷的回溫 這類型的股票會越來越少 當然最重要的還有這一檔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打入門的電信商 特殊經營模式 毛利率全網通直貫 今年獲利賺銀前20年 這一檔股票 我們當時有講過 它是下半年 最重要的一檔轉機股 而且重點是 它目前是儲置期間 儲置期間股價 今天還是大漲半跟漲停半 儲置期間的買盤 才是整買盤 如果說儲置期間 還有一大堆人在買 就代表說 儲置過後 漲勢會非常可觀 所以這一檔把握機會 儲置大約是在 下週結束 讓它最好最好的買點 佈局的時間點 就是在儲置期間 尤其是說 它在近3到5年 都是虧損的狀態 今年一年 今年一年 就賺贏了前20年 加起來所有的股票 這是下半年 最重要的一檔轉機股 而且股價不貴 不大100元 所以這幾天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佈局機會 下半段還有全新的黑馬股 先進一段廣告 利用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 先進一段廣告 好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 所以為什麼當時 地緣政治風險出來 那我就告訴你 這是最後一根稻草 最後一根稻草 下去 駱駝沒有倒 你一定要去買股票 非買不可 因為目前的行情 它就是你想不贏 都很難 所以這個時間前 台股最重要的兩大利基 你非買股又不可的兩大利基點 第一指出站穩的季線 市場信心逐漸回籠 市場信心回籠 就等於是回到正軌 回到正軌我們可以在不追高前提下 提前買到下一檔會長的股票 那再來 一大堆的股票 它已經低於它最基本的價值 低於基本價值 就代表它的勝率幾乎是9.9成 想不贏都很難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er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前面要加小老鼠 小老鼠WE178 這兩大平台裡面會告訴你說 各個時期的市場 跟一些產業的輪動怎麼走 裡面有所有你想看的東西 尤其是接下來會越來越多股票 一檔一檔這樣漲上來 很多各個未來的數字 我也都會放在我的Lighter跟Telegram 所以指數這個時間點 你只需要知道一個重點 季線是一個市場信心的分水嶺 季線的意義不在於說 指數站上去會漲多少 指數跌破會跌多少 而是說它就是一個大戶法人 能不能去積極操作 那會不會說 比較去操作一些 跌升的正軌的股票 它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包含像是升季也是 升季在近期也是百花齊放 你去看 來416的志勤 416的志勤當時也是 4月8號 全市場唯一趕在當天 當天跌停所使 而且是跳空 而且沒有量 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之下 公開告訴你說 這個位置可以去買進 這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為什麼我敢在當天公開講說 它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因為志勤有它最基本的價值在 它最基本的價值就是90以下 那90以下跌破了 當然就是買進 所以其實就像我講的 你說懂不懂生技 對於生技股來講 是真懂還是假懂 其實不是說看技術面 不是說看籌碼面 而是說要去看它整個營收的貢獻度 跟它接下來一些新藥解盲的進度 那志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8月4號 8月4號你去看全市場的分析 這就是一個生技懂跟不懂的分水嶺 當天一大堆人 對不對 媽都來不及了 只有我告訴你說 這個位置可以公開去買進 那就一路這樣往上拉 8月25號 秒天息 除期2.7元 秒天息 8月16號 93.5元 昨天拉到了93元左右 先獲利一趟 今天繼續漲 來到了102元 這一檔我已經還會操作 那接下來什麼時候會進場 那就直接來電 所以你去看 跌下來往上拉 是不是 如果跌下來賣掉 這個位置是不是就多賠的 那如果說逆勢去加碼 空手去買進 又是多賺了15到20%左右 這就是一檔股票最基本的價值啊 所以其實光看志勤你會知道 操作生技 不找我要找誰 好像志勤這樣跌下來 就像我講的 一檔說真正好的生技股 它不會因為某一項的要證 適應證解盲失敗 就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因為你看 它有最基本的價值在 3000萬美元的里程碑金 這個3000萬美元的里程碑金 就足以支撐它的股價 90元以上 所以不論說這一項 有沒有解盲成功 都無所謂 有當然是最好 沒有也沒差 它還是有基本價值在 這就是我們 做生技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所以包含像是寶瑞 包含像是益德 包含像是藥華藥 這些一旦有最新的買點 最好的買點 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去做切入 操作生技不找我要找誰 操作生技就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們的兩大平台 保瑞也是 8月1號講 當時第一次買進180 180拉上去 這個位置先獲利一趟 240元轉強進場 最高來到259 當天 8月12號再往上拉269元 8月15號290元 8月16號301元 價差已經到了61元 昨天短線先獲利一趟 把資金抽回 等到第三次的買點 這一檔偽宴還會在進場 今天繼續漲來到了324元 距離我們第一次買進 已經也將近翻倍了 180元跟324.5元 所以如果要去操作生技 我絕對是市場上的首選 好 當然說除了生技 市場還有一大堆 它已經跌破基本價值的股票 這類型的股票勝率 絕對是高達了9.9成 就像是我們在本週一所講的 台積電設備的黑馬股 當時有講過 比價1560的中砂 股價不到75元 我們就以這一天的收盤價來看 這一天 8月16號 8月16號收盤價來看 比價1560的中砂 股價不到75元 這種股票 憑什麼不漲 你要問的是說 不是說它為什麼會漲 而是說它憑什麼不漲 一台全新的iPhone賣2000塊 憑什麼賣不出去 一樣的邏輯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買進去之後 你的勝率就是9.9成 但是這樣子的機會不多 因為畢竟整個市場 不是說每天隨時隨地 都處於一個比較失序的狀態 一旦加權指數 站穩季線再往上拉 市場信心回籠 這類型的股票一定會越來越少 上漲一檔就少一檔 所以一定要把握這個時間點 最好賺的行情 最新的黑馬股這一檔 電池的黑馬股 它的概念也是一樣 它主要是兩大客戶 這一檔是做電池模組廠 它也是一檔 不贏也很難的股票 兩大客戶 Apple跟鴻海 Apple跟鴻海分別代表說 是iPhone跟電動車 iPhone的電池跟電動車的電池 那你去想 iPhone跟電動車就是下半年 第四季最熱門的題材 也是說營收最有潛力的兩個大重點 它的兩大客戶就是Apple跟鴻海 重點是在這裡 今年的獲利 保守35元上看40元 這是確定的 目前的訂單狀況來看 就是35元 35元是一個很差的數字 最好可以到40元 股價不到400元 你去看 一檔它是趨勢性的產業 Apple的電池 加上鴻海電動車的電池 保守35元 最高可以到40元以上 股價不到400元 怎麼可能不漲 這就是它的基本價值 來說 趨勢性的產業 本一比只有6倍7倍 一定漲 就看法人什麼時候找到它而已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一旦法人買完 利多就是 開始滿天飛 所以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每一間公司都有它最基本的價值 只要股價不夠便宜 想不贏都很難 這一檔就是一檔非常便宜的股票 包含這一檔也是一樣 今年的獲利賺贏前20年 而且它的毛利率是全網通之冠 以政績來講好了 政績的毛利率算是很高了 大約是25% 但是它可以到28到30%左右 因為它的經營模式非常特殊 而且目前是在儲置期間 儲置期間還有人去買 代表說這是真買盤 一旦儲置結束一定噴 所以就是利用這個時間點 提前去布局這一檔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跟電動車電池的黑馬股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就像是股票在跳樓大拍賣 上漲一檔就少一檔 下一檔直接來電 跟我們去做聯絡 或是直接私訊我的兩大平台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